同学们好,在继续课程之前,请允许我先和同学们说两个抱歉,一个感谢。 第一个抱歉是因为上海疫情的原因,之前上海陆课史累计大概封闭了有八九天的时间,也影响了我的课程进度。 所以在这儿先和同学们说一声抱歉。 第二个要抱歉的就是,此时是3月30号,那已通知上海陆课史要封闭到4月5号,那5号之后能不能顺利的解封现在还是有不确定性。 所以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学习进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得不目前选择了在家里用小窗录制的方式,所以还请同学们多多理解和原谅。 第三个就是刚才要说的一个感谢,就是谢谢同学们和我一起克服困难,我们希望上海疫情能够尽快的结束,我也能快快的回到陆课史去继续后面的课程的录制。 那么在陆课史封闭的这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小窗见了。 好,那我们继续。 第三章,我们已经完成了前两节的学习利率以及货币时间价值。 第三节风险与报酬,这三节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是,如果我们把利率想成是企业投资的必要报酬率的话,那利率是等于货币时间价值加通货膨胀补偿率,再加风险收益率的。 也就是未来的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也决定了决策人的必要报酬率的一个高与低。 那么在风险与报酬这一节里面,我们要学习四个知识点。 首先是风险的含义,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风险。 然后第二节,说是单向资产的风险与报酬,其实也是以单向资产为例,来讲讲风险该如何衡量的。 那为了降低风险,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就有了第三个知识点,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 讲投资组合的风险该如何的衡量。 那么我们在学习第三个知识点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充分组合之后,这个组合只会受到系统风险的影响。 然后因为非系统风险在充分组合当中就被分散了。 那么资产或资产组合受系统风险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 就有了第四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也就是第二个知识点,第三个知识点,讲单向,讲投资组合的收益的计算风险的衡量。 而第四节呢,将风险和收益建立起了一个联系。 这是第三节的这四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风险的含义。 第一个问题,风险的性质。 请同学回答我,你感觉风险是保义的,贬义的,还是中性的呢? 那么在回答风险性质之前,我可以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你知道风险为什么叫风险吗? 为什么这个词用了风这种自然现象去定义险的呢? 一开始造词的时候,为什么不叫雨险啊,雷险啊,电险啊,要叫风险呢? 于是有同学说,风嘛,看不见,摸不着,然后不确定,就像风险一样。 那么我们先讲讲风险是怎么来的, 也有助于同学们判断风险的性质,是保义贬义还是中性。 风险呢,源自于中国古代海上的渔民。 说这丈夫出海打鱼的时候呀,妻子在家内心是非常的纠结的。 首先呀,她希望风平浪静,这样的话丈夫就能够安全回家, 但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容易打到更多的鱼, 于是妻子又希望狂风暴雨,这样的话天气条件恶劣, 鱼更容易到海的表面,丈夫更容易满载而归, 但是呢,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妻子特别的纠结,多希望安全回家还满载而归呀, 但是我们之前也讲了风险和报酬的相伴的概念, 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富贵要险中求, 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这都是风险和收益相伴的, 这个概念的一些民间的一些词语。 所以风险是源自于中国古代海上的渔民的, 那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 风险其实并不是贬义的,不是一个坏东西, 它也不是好东西,它是中性的。 因为有了风险,可能就会有超额的收益, 但是也有可能会有超额的损失, 所以风险的理解,我们从三句话来看, 第一句话,风险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是有变动性的,这出海今天是满载而归呢, 还是颗粒无收呀,是有不确定性的。 那风险呢,是危险和机会所并存的, 危险是负面的,机会是正面的。 我今天出海打鱼了, 如果今天天气条件是很恶劣的, 那么就有危险,安全会受到威胁, 但是也存在着机会,机遇也来了, 有可能会打到更多的鱼。 第二句话,投资对象本身固有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就像出海打鱼, 他以这个生命安全的威胁, 这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投资人需要承担的风险, 却是主观选择的。 出海打鱼有危险, 但是我可以不出海打鱼。 就像我们说炒股票是有风险的, 这种风险呢, 可能意味着本金的丧失, 但也有可能意味着超额的收益, 但是我不炒股呢, 我就没有这个收益了, 我也没有这个风险了。 所以冒不冒险是可以主观选择的。 从财务学的角度看, 我们先说说从财务学的角度看, 为什么因为风险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都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现在呢, 是在学习财务管理的这项技术, 那么就在我们财管的范畴内来讲, 风险就是指资产报酬的一种不确定性。 你能将来获得多少报酬呢? 它是不确定的, 所以投资这项资产就是有风险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 风险的概念是什么?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 风险是企业, 咱们研究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企业要盈利, 赢的这个利, 它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研究的主体是企业, 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中, 根据资金运动的规律性, 财务活动划分成四个活动, 筹资、投资、 营运资金管理和收益分配。 你说筹资活动有风险吗? 有呀, 我们刚以5%的利率发行了债券, 进而市场利率就降成4%了, 哎呀, 我这后悔了, 发早了, 然后资本成本高了, 要晚点发的话, 资本成本就能降低。 所以这是在筹资过程中导致的, 企业的预期收益, 这个实际收益跟预期收益可能会发生偏离。 那投资有风险吗? 同学常说一句话,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那这个风险主要讲的是证券投资的风险。 那我们财务管理研究的主要的投资是项目投资, 就是对内直接投资形成企业, 安身立命根本形成企业主营业务源泉的这个项目, 项目投资的风险是远大于证券投资的风险的。 我们一下砸进去那么多钱, 而且项目影响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项目建成了, 结果人家竞争对手推出了更物美价廉的产品, 那有可能对我们来说投资就失败了。 所以这叫投资的风险, 也会导致实际收益跟预期收益的一种偏离。 那营运资金管理有风险吗? 有压原材料市场价格有不确定呀等等。 那收益分配, 然后有风险吗? 有压前脚刚分了红, 后脚来了个大项目, 准备干个大活呢, 然后没钱又去发股票了, 那发股票的成本又增加了。 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留存收益肯定比发股票成本要低呀, 但是你前脚刚分了红, 然后后脚不得不提高资本成本来融项目所需的资金, 就会导致企业的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偏离。 好, 所以各项财务活动中都有, 由于各种难以预料的, 市场利率下降了, 竞争对手, 然后这个推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了, 原材料市场价格的波动了, 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 也是企业所无法控制的, 因为这些因素呢, 就是企业的, 接下来我标黄的这几个字特别重要。 同学们就这几句话悟透了, 也就知道风险是干嘛的了, 什么是风险呀? 就是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背离。 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背离。 同学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实际收益画个括号, 预期收益画个括号, 实际收益跟预期收益发生背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在举例子的时候, 也问过同学说, 这两个生孩子的方案你选哪个呀? 第一个生孩子的方案是, 你生下来的孩子的智商预期值是100, 实际值也就是100。 第二个生孩子的方案是, 你生的孩子智商有50%的可能性是140, 有50%的可能性是60。 那第二个生孩子的方案, 这个智商的预期值也是100, 是140乘以50%加60乘以50%的结果。 预期值是100, 而实际值140和60与预期值是有偏离的, 所以第二个生孩子的方案是有风险的。 我之前也问过, 你说同学你选哪个,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应该是选了方案一的, 因为方案一稳定压讨一切, 孩子健康成长就好了, 他是确定的是没有风险的, 我们心里踏实, 而第二个项目是有风险的。 所以风险是实际和预期发生的一种偏离, 然后注意啊, 实际业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背离, 然后怎么样了, 从而使企业有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其实呢, 风险的概念这句话里面少说了半句, 还有半句是什么, 从而使企业有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不说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只说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呢? 因为整个财务管理的教材框架除过第七章, 全是风险回避者, 我们都是讨厌风险的, 在预期值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要挑风险低的项目。 第七章, 期权的投资里面, 那对于风险不敏感无所谓, 所以在期权价值评估里面, 我们用的都是无风险收益率, 冒了险不用给我补偿, 我无所谓, 所以只有第七章是个例外, 其他章节我们冒险都是要求要补偿的, 必要报酬率里面都是包含风险收益率的。 我们之前有讲过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的缺点,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没有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没有考虑风险, 没有考虑跟投入资本额的关系, 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其中没有考虑风险, 当时我举了例子, 我说老板呀, 咱们有两个项目, 一个项目是要么获利20万, 要么亏损20万, 另外一个项目是要么获利60万, 要么亏损60万, 要么要么概率都是各占一半的, 所以这两个项目的预期值都是零, 我后面会说预期值没有实际意义, 它这是评价风险的一个参照物, 预期值都是零, 而第一个方案20-20和零偏离的比较近, 第二个方案60-60和零偏离的是比较远的, 第二个方案的风险是大的, 所以基于风险回避者, 我们应该是选择方案一的, 而如果一味的追求利润最大化, 就光盯着那个60就选了方案二, 但是有可能会导致-60的这种损失, 所以我们基于风险回避者来看, 风险会蒙受经济损失, 这个经济损失-60是大的, 所以站在风险回避的角度, 应该挑方案一不是方案二, 所以就有了之前利润最大化, 目标的一个缺点了, 那么话再说回来, 现在在讲风险的概念, 同学们就记住这句话, 我们也是从这句话展开来, 学习后续的知识的, 在风险这一节里面, 知识点还是比较多的, 用时也比较长, 万变不离其宗, 请你记住这句话, 什么叫风险呀, 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的偏离, 所以我们后面就要先探讨, 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预期收益是怎么衡量, 在预期收益的基础上, 再看实际收益跟预期收益, 是如何偏离的, 就有了方差, 标准差, 变异系数等一系列统计学的指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风险的学习思路, 就像我们说这一节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基本遵循的思路是第一步, 在资本市场理论中, 我们常用证券一词, 代表任何投资对象, 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 我们通常是用股票为例, 来探讨风险的这个原理的, 那投资对象的风险, 都是具有客观性的, 那例如,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投资, 投资于国库券的收益的不确定, 是要小一些, 因为国库券的发行主体是国家, 那国家偿还债券, 它的违约风险是比较小的, 而投资于股票不确定性就会大一些, 而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 就是你买不买国库券, 你买不买股票, 那国库券和股票的收益的不确定性, 都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以人, 投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客观, 风险是客观的, 但是冒不冒险是主观的, 我不买国库券, 我不买股票, 然后我也就不用面临这样的风险, 当然结果就是, 你也没有这样的收益了啊, 好, 所以第一步呢, 先说说什么是风险, 就是一种不确定性, 第二步, 就要探讨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鸡蛋为啥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呢, 我们把投资组合理论学完之后, 答案自然就浮出水面了, 呃, 我们有足够多的钱, 不买两只股票, 我们去买二十只股票, 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资多样化以后, 就可以降低风险了, 因为当我的资产组合当中的投资数目, 足够多的情况下, 那么各个投资对象的非系统风险, 其实是能够彼此抵消的, 当充分组合以后, 组合的风险不断的降低, 但是呢, 收益却是各资产收益的加权平均数, 啊, 所以现在先埋一句话, 我们后面就会解释的, 投资组合理论就揭示了一个现象, 就是在不改变收益的情况下, 能够降低风险, 这不是就符合我们风险回避者的, 啊, 这个预期吗, 那我相同的收益, 我要挑风险小的, 所以收益不变, 然后通过组合, 降低了风险, 这是投资组合理论里面, 啊, 所揭示的一种啊, 实质现象, 那第三步, 啊, 就要探讨什么了, 当投资组合当中的资产多样化到一定程度以后, 啊, 这种非系统风险, 个别风险, 公司特有风险就被分散了, 这个组合面临的风险就只有系统风险了, 系统风险, 啊, 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是影响所有资产的风险, 不能通过投资组合去分散, 那既然我们不能分散, 于是, 呃, 企业就要探讨, 那么这个资产或这个资产组合, 会受系统风险影响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呃, 也就是换句话说, 非系统风险通过投资组合, 是能够被分散的, 市场也不会给非系统风险以回报, 那么投资者不得不去承担系统风险, 不管如何进行充分组合, 系统风险都无法回避, 那么投资者就期待从系统风险当中, 所能够获得回报, 能够受, 得到多少回报呢? 于是就有了第四步,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研究的就是单项资产或投资组合, 它的, 呃, 因为冒了系统风险而能够得到的风险收益率是多少, 再加上本身的无风险利率来看啊, 这项投资它的必要收益率, 所以这是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呃, 到第三步到第四步整个风险的一个学习思路啊, 呃, 所以提示了啊, 货币时间价值告诉我们, 现在的一块比将来的一块是更值钱的, 啊, 未来的一块折现以后, 它就没有一块那么多了, 而在风险这一节的学习当中,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没有风险的一块比有风险的一块更值钱, 啊, 就是确定的一块比那种不确定的一块, 不确定的一块可能是一块五, 也可能是五毛, 我们预期值算出来它是一块, 它但是实际值跟预期值有偏离的那种一块钱是有风险的, 那没风险的比有风险的是更值钱的, 货币时间价值原理给了我们一种啊, 折现的原理, 而风险提供了折现率的确定, 就是风险越高, 要求的回报越高, 因此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 奠定了我们后续价值评估的基础, 因此第三章也叫价值评估基础, 它的得名就远自于此, 好, 第一节呢, 风险的含义, 我们了解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单项投资的风险与报酬, 学单项资产, 风险与报酬, 其实也是对于风险含义的一个在理解, 首先呢, 我们先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 后续的PPT里面, 我们每个概念我还会再详细解释, 但我现在呢, 先列了一张表, 我们先举个例子, 先代入一下, 让大家先感受感受, 这些专业的名词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我们后面要讲的概念叫随机事件, 假设你是一个老板, 你现在呢, 要去投资一个铁矿了, 要投资这个项目了, 那么未来面临的随机事件是两个, 可能经济是繁荣的, 可能经济是衰退的, 这叫随机事件, 经济可能繁荣可能衰退, 那么什么是随机变量呢, 那在经济繁荣的状况下, 我们投资这个铁矿啊, 投资报酬率是20%, 如果遇上经济衰退了, 咱们去投资这个铁矿的报酬率, 可能只有4%, 20%、4%是在特定随机事件下所对应的随机变量, 那么我们也要去事先估计一下, 预测一下, 那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怎样的呢, 那经济繁荣的概率是60%, 经济衰退的概率是40%, 请注意的是, 此时不同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之和是等于100%的, 也就是我们把各种情况都想完整了, 那如果说经济可能繁荣, 可能衰退, 还可能一般, 如果有第三种情况的话, 那么三种情况的概率之和加起来是100%, 那么就这个例子来讲, 繁荣衰退只有两种可能, 我们把概率也测定出来了, 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想完整了, 那么第四个概念是分布, 你像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 它属于一种离散性的分布, 因为随机变量只有两个取值, 要么20%, 要么4%, 20%的概率是60%, 报酬率4%的概率是40%, 只有两个值是离散的分布, 那么我们去投资这个铁矿, 我的报酬率的预期值是多少呢?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根据概率加权平均, 20%的概率是60%, 报酬率4%的概率是40%, 我们根据发生的概率, 加权平均算出了预期值是13.6%, 13.6%只是未来各个实际报酬率的一个平均数, 我们把预期值算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评价项目的风险的, 来看实际跟预期的偏离程度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简单算一下方差, 我后面还会讲不及啊, 那么方差先第一次看看它什么意思啊, 你看预期值13.6%已经有了, 那第一个实际值20%, 离13.6%偏离有多远呢? 我们得把这个偏离得要看看呀, 这就是风险呀, 那么偏离的概率是60%, 第二个实际值4%和13.6%偏离有多远呀, 把这个偏离测定一下, 那这个偏离的概率是40%, 那同学要注意的是, 我们现在算方差时这个偏离要加个平方, 平方的原因就是消除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的自我抵消, 如果没有这个平方的话, 20和13.6是正向偏离, 4%减去13.6是负向偏离, 算出来是负的, 正的偏离和负的偏离一加就抵消了, 所以为了消除正负号, 正向反向偏离对于我们衡量风险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先把这个偏离平方一下就有了方差, 那现在方差就算出来一个数字, 但是你毕竟一平方以后并不是风险本来的面貌, 消除正负号的影响之后, 我们再把方差开方计算标准差, 还原风险本来的面貌7.84%, 也就是实际值啊, 20%和4%在预期值13.6的基础上, 平均的偏离程度是7.84%, 那么如果啊, 不同的项目预期值不同的话, 我们比标准差是不合适的, 那么我们再用标准差除以这个预期的收益率, 计算出了变异系数, 所谓的变异系数就是平均一单位的预期值, 我要承担多少偏离, 就把标准差由绝对数变成相对数了,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思路, 那么我们这个概念呀, 一个一个的再来理解一下, 首先看随机事件, 随机事件是某一事件在相同条件下, 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比如说刚才的例子当中, 经济状况是繁荣呢, 还是衰退呢, 这是随机事件, 接着随机变量是某一变量的取值事先, 也无法预先确定, 仅能以一定的可能性取到特定值, 比如说繁荣情况下投资报酬率, 这个一定条件下取到的特定值是20%, 那衰退的时候呢, 我们投资那个铁矿的投资报酬率就是4%, 这个20%, 4%都是仅以一定的可能性取到的一个特定的值, 那我们要知道的是繁荣了, 我们就能得到20%的报酬率, 如果衰退了, 我们也仅仅只能得到4%的报酬率, 20和4是一个特定值, 但这个特定值它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那么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概率了, 概率呢, 是用来表示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一个取值, 这个随机事件的概率是介于0到1之间的数字, 就刚才的例子来讲, 随机事件有繁荣有衰退, 那么就说繁荣经济状况好, 这个随机事件的概率假设是30%, 那么经济状况好的情况下, 我们能获得20%的报酬率, 20%就是一个随机变量, 其实对于概率来讲, 人们对待它是有感情色彩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小王买彩票, 只要7个数字都对上就中大奖了, 这小王对上6个数字, 然后人们就说, 哎呀, 这个小王真是差了一个数字, 好可惜啊, 那实际上你要想一想, 你去买个彩票, 你哪能中了6个呀, 所以能中6个,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现象, 应该恭喜小王, 哎呀, 7个数字你就中了6个, 但人们老说, 哎呀, 好可惜啊, 然后呢, 再比如举个例子, 小王出去旅游, 所坐的大巴车翻了, 真的非常的不幸, 然后只有小王一人幸存, 那其他的这个乘客都, 都这个失去生命了, 然后呢, 大家都会说小王好幸运哦, 但实际上小王是最不幸的, 同时一个时间, 然后全国有多少旅游车在旅游呀, 就小王遇上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人们对待概率本身是有感情色彩的哈, 那么这个概率呢, 是某一个随机事件可能性大小的数值, 那随机事件的概率是在0到1之间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扔骰子, 我想扔个6, 这就是个随机事件, 我要扔个6, 那这个6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那概率有六分之一, 所以概率呢, 就是可能性的大小, 某个随机事件可能性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概率也是在01之间的一个数字, 就像我刚才说的六分之一, 所以我儿子小时候很喜欢跟我玩飞行棋, 那飞行棋的规则是, 你扔到6以后, 你的棋才能出家门, 然后才能到外面去飞行, 所以如果我要跟他玩飞行棋, 我就先干我手头的事就行了, 因为小孩子好胜心强, 他要自己扔骰子, 直到扔到6, 这个游戏才能够启动, 因为他要第一个走出他的棋子, 所以我就先干我的吧, 等他扔到6就会叫我的, 让他扔到6的概率, 每次只有六分之一哈, 好, 这是概率的含义,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只取有限个值, 就像我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 投铁矿啊, 然后我们随机变量只有两个值, 要么20%, 要么4%, 只有有限个值, 并且对应这些, 只有确定的概率的话, 我们把随机变量称之为叫离散型分布, 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投铁矿, 20%, 4%, 这两个随机变量对应的概率, 前面讲一个是60%, 一个是40%, 那么这两个值是离散型分布, 再比如说扔骰子的取值, 你扔1到6, 只有这六种可能性, 这是离散型的一个分布, 你看现在我PPT上画的A项目和B项目, 那A项目, 未来经济状况好一般和差, 它能获得的报酬率有90%, 15%和负的60%, 那对应的概率分别是0.3, 0.4和0.3, 那B项目的报酬率, 未来经济状况好一般和差, 报酬率是20%, 15%和10%, 然后我们看到对应的概率分别是0.3, 0.4和0.3, 这是离散型分布, 因为随机变量只有, 这个例子当中只有三个取值, 那接下来, 什么是连续型分布呢, 如果随机变量可以取无限个值, 并都赋予相应的概率, 我们称之为随机变量为连续型分布, 比如说全市的高考成绩, 全区五年级小朋友的身高, 那大多数的随机变量都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就是两头小, 中间大, 那比如说现在我也举两个项目, A项目和B项目, A项目报酬率可能是负80%到正80%之间的, 那B项目呢, 报酬率是在0和40%之间的, 所以我们看到A项目啊, 从负80%到正80%都有可能, 每一个随机变量都有对应的概率, 那B项目呢, 只是在0到40之间, 报酬率是连续取值, 然后它也有相应的每一个取值都有对应的概率, 那我们从肉眼上观察一下, 其实B项目的风险也是比A项目的风险要小的, 如果假设我们算出来预期值的话, 那B的实际值跟预期值偏离的程度是比较小的, 而A的实际值和预期值的偏离程度是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引出这个重要的概念了, 所以下面敲黑板引起你的注意了, 我们要先计算预期值了, 因为现在看单项资产的风险与报酬, 那么衡量风险的参照物是预期值, 所以我们先看看预期值的计算, 预期值, 首先看概念啊, 随机变量的各个取值以相应的概率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数, 就叫预期值,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计算均值, 也叫预期值, 来反映随机变量取值的一个平均化, 那接下来的计算就有两种场景, 这两种场景要求同学们都要把握, 曾经历史上真体也都是考过的, 这两种场景呢, 一个是每个变量的出现的概率是知道的,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用于预测未来的, 预测未来, 我们要投这个铁矿了, 经济状况好一般和差, 然后分别有三个随机变量, 也就是三个报酬率, 这三个报酬率所对应的概率是多少呀, 我们可以加权平均来算一个预期收益率, 预期收益率K上面加一条线, 我们叫K棒啊, 这个预期值等于, KI是第I种结果下的报酬率, 乘以PI是第I种结果出现的概率, 然后呢I从1到N有N种情况, 求和符号展开的话, 就P1乘以K1加P2乘以K2, P3乘以K3相加一次类推, 然后我们用加权平均的方式来计算一下, 这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的预期值, 那么为什么要加权平均呢? 那加权平均的原因就在于, 每一种结果出现的概率各不相同, 同学们可以学学我去买水果, 我说老板呀, 水果怎么这个这个苹果怎么卖呀? 老板说五块钱一斤, 然后我说老板这个桃子怎么卖呀? 老板说三块钱一斤, 我说我拿点苹果拿点桃, 咱们都要四块钱算行吗? 老板说行, 于是我拿了25个苹果, 我拿了一个桃子, 那老板肯定不会四块卖给我了, 因为四块叫算数平均, 5加3除以2, 而我这兜水果实际上它的均值应该是什么呀? 是26分之25乘以这个5, 然后呢26分之1去乘以3, 因为三块钱的桃子的权重只有26分之1, 而5块钱的苹果占到了26分之25, 所以讲了这个例子你就知道, 加权平均它的含义是什么了, 第二种场景是, 各变量值出现的概率是不知道的, 第二种场景呢, 往往啊是, 呃, 已知过去的数据的, 比如说过去的若干年, 我们投资这个项目啊, 连续每一年的收益率的情况, 我们想看看这个项目的风险, 然后我们可以把预期值算出来, 再看实际值跟预期值的偏离,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不知道概率, 呃, 或者哪怕未来投资一个项目, 然后会有各种取值, 不知道概率的情况下, 我们用算术平均的方式啊, k1加k2加k3一直加到kn, 然后除以n就好了, 啊, 所以知道概率的用概率, 不知道概率的我们就取, 呃, 知道概率的我们用加权平均, 不知道概率的我们用算术平均的方式来计算预期值, 其实预期值这个概念, 在生活当中啊, 也是随处可见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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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小故事, 呃, 讲的是一个江湖郎中, 他屋里挂满了锦旗, 因为他研制了一种包生男孩的密药, 他说药啊, 你就拿去吃吧, 啊, 如果你生了男孩, 你给我送两千块钱回来, 其实这个药就是一包面粉, 它的成本就只有一块钱, 那这个江湖郎中呢, 心中知道, 世间生男生女的概率是各占一半的, 那么生了男孩子的, 啊, 给他送回来钱, 他其实是赚了一千九百九十九, 啊, 概率有百分之五十, 那生了女孩子的不送钱回来给他, 啊, 然后他就是负一块, 啊, 损失了负一块乘以百分之五十, 这是网上看的一个段子啊, 这个, 我不想其他的深层次的话题啊, 所以这个江湖郎中呢, 他知道他做这个生意, 他的预期只是多少, 那么, 再跟同学们做个游戏啊, 所以讲的不是风险, 讲的是人生啊, 呃, 假设呢, 现在陈老师和你玩扔硬币的游戏, 呃, 如果正面朝上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块钱, 如果反面朝上我赢了, 你只要给我五十块钱, 就扔一次, 同学你玩吗, 很多同学如果在现场的话, 呃, 有人说玩, 有人说不玩, 因为扔一次, 万一我输了, 我要赔五十块钱呢, 那么如果我现在再问同学, 我们扔, 呃, 一百次或者扔一万次你玩吗, 这时候呀, 应该举手的同学就会多了, 因为扔一万次的话, 这个硬币, 正面和反面朝上的概率是各占一半的, 那正面朝上, 呃, 你是挣一百块钱, 反面朝上你只要输五十, 啊, 所以如果扔一万次的话, 这一定是一个稳赚的生意, 你是一定要扔的, 那于是我就问你第三个问题, 啊, 我们是要扔一万次的, 但是你说巧不巧, 扔了钱二十次, 哎, 恰好都是我赢的, 你都是要给我五十的, 你还能坚持吗, 所以我说现在讲的不是风险, 是人生, 你要把人生想成是一个系统, 你要把人生想成是, 呃, 有一万次啊, 选择的机会, 呃, 的一个系统, 那么每一次选择, 只要这件事情的预期值, 呃, 为正, 它就是值得选择的, 呃, 尽管偶尔有可能会遇上损失, 但是放眼整个系统一万次来看, 你是人生的赢家, 所以我刚才问就扔一次, 你玩不玩, 结论应该是玩的, 哪怕我输了, 但人生不止这一次机会有一万次, 而这一次我知道这件事情, 它的预期值是正的, 预期值是正的, 因为赢了你可以赚一百块, 输才输五十, 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嘛,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 要放眼整个人生放眼系统来看待问题, 讲风险, 学财管, 也是学生活, 也是学人生, 好, 预期值, 不管咱们是加权平均也好, 还是算数平均也好, 总之算的是一个平均数, 有了这个平均数以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什么啦, 随机变量的离散程度了, 这个离散程度, 我们在统计学上, 用方差和标准差去衡量, 方差标准差都是衡量风险的一个绝对数指标, 首先我们先看方差, 方差呢, 表示随机变量和期望值之间的离散程度, 是离差平方的一个平均数, 离差就是离散程度, 但是我们要先平方一下, 取了平方以后呢, 再平均, 平均呢, 你原来预期值是加权的, 我们这里平均就加权, 原来预期值是算数平均的, 那我们方差也用算数平均, 为了让同学们理解一下方差的概念, 我这里呢, 画了两张图片, 你看第一张图片上, 男孩女孩离这棵树是比较远的, 而第二张图片, 小男孩和小女孩离树是比较近的, 其实方差就是探讨实际值啊, 实际值和这个预期值, 究竟离得远还是近呢? 来看这个离散程度的, 好, 我们下面先看方差的计算, 第一种, 如果曾经你这个K棒啊, 这个预期值, 是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算方差时, 也用加权平均的方式, 就是实际值减去预期值的平方, 然后乘以这个Ki这个实际值所对应的概率, 那么有几个Ki, 我们这个求和符号的展开项就有几项, 现在咱们先讲理论, 同学请你忍耐一下, 我等会儿呢, 再结合一个具体的例子, 同学一下就明白了哈, 所以第一种啊, 实际值减预期值的平方乘以其概率, 那为啥要平方啊? 那就是消除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的自我抵消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生孩子的方案, 要么智商140, 要么60, 那么这个孩子的智商的预期值是100, 因为140乘以50%加60乘以50%算出来的一个加权平均数, 那么看看实际值跟预期值偏离多少呀, 140和100偏离了正40, 60和100偏离了负40, 我们偏离之和要相加再取平均, 那40加上负40等于0没偏离了, 所以不行的, 我们平方就是要消除正向反向偏离的自我抵消, 然后咱们40的平方再加上个负40的平方, 当然呢这里面有概率的哈, 40的平方乘以50%加负40的平方乘以50%来算这种偏离程度, 这样的话呢就不存, 不会出现这个自我抵消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要先平方,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各变量值出现的概率不知道, 咱们之前啊, 求这个K棒的时候, 求预期值的时候, 我们是用算术平均的方式去求的, 不知道概率, 那么不知道概率的情况下, 我们在算方差时就是, 实际值减去预期值的平方, 加上实际值减预期值的平方, 有几个实际值, 我们就走几遍, 实际值减预期值的平方, 加实际减预期值的平方, 平方也是要消除这个实际值跟预期值, 可能正向可能负向偏离, 怕他们自我抵消显得像没风险一样, 所以要先平方的啊, 然后消除正负号的一个差异的, 好, 分子我们好理解, 就是本来之前也不知道概率嘛, 预期值就是算术平均算的, 那就每一个实际值都减去这个预期值的平方, 全部相加, 那么相加以后要取平均了, 你上面嘛知道概率, 我方差取平均的过程, 用加全平均的方式, 那你下面这种方式曾经不知道概率, 我们就只能取算术平均, 于是现在呢要注意了, 总体方差我们除以n, 因为刚才k ii从1到n, 一共有n个实际值的除以n, 而样本方差呢要除以n减1, 首先跟同学们说的是, 如果考试考出来, 我们一定是用样本方差的公式, 要用n减1的, 为什么因为k i的取值是有限的, 我们不会用到总体方差的, 但是现在呢还是要纠结一下, 因为有同学问, 为什么是n减1呢, 那你k i不是有n个取值吗, 你不除以n, 然后你为什么要除以n减1呢, 要注意的是, 我们求k i的平均值的时候, k i它的自由度就是n个, 因为有n个k i, 所以呢我们k1加k2一直加到kn除以n, 来求k的平均值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现在求的平均值, 是平均的偏离程度, 是k i减去k半的一个平均值, 我们算的不是k i的平均值啊, k i的这个数值一共有n个, 所以k1一直加到kn去除以n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说实际值减预期值的这个偏离啊, 它自由度只有n减1个, 它不是n个, 所以我们分母只能除以n减1, 来解释解释啊, 为什么是n减1呢, 因为啊, 均值已经消耗了一个自由度, 剩下的自由度只剩n减1个了, 所以我们要用n减1作为分母, n减1是无偏估计, 用n呢是有偏估计, 这是基本概念, 那么我为了帮助同学们理解, 为什么是n减1啊, 接下来这几段文字是从知乎上找到的, 那么以牛人的观点来看来解释解释, 样本方差计算公式里的分母的n减1, 目的就是为了让方差的估计无偏, 无偏估计比有偏估计更符合直觉, 那不理解, 然后接着看学霸怎么讲呢, 无偏估计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均值你已经用了n个数去平均了, 求方差的时候只剩下n减1个数和均值信息, 只有n减1个数和均值信息是不相关的, 然后你以n减1个偏差来求均值, 你的dn个数字可以由前面n减1个数字来确定, 它是唯一的, 就已经没有信息量了, 所以在计算方差时只能除以n减1, 为啥dn个数没有信息量呢? 考生就给你解释解释, 我来说一说我们文科生都能看得懂的例子吧, 比如说让你列出随便的三个数字, x1,x2和x3, 告诉你了, 这三个数字的平均值是5, 均值5已经告诉你了, 那么你看x1, 2,3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种选择, 不管怎么选都是, 你把x1和x2确定好以后, x3自然就知道了, 你比如说我x1取5, x2取4, 因为均值是5, x3必然就是6, 我x1取1, x2是取4的, 那么x3因为均值是5, x3必然就是10, 1加4加10, 然后除以3不就算出5吗? 你均值5已经知道了, 所以x3, 然后你是能够通过x1和x2去确定的, 列着列着, 你就发现只要前面两个数字列出来, 第三个数字是直接确定的, 就没有信息含量了, 如果让你列四个数字, x1,x2,x3,x4, 均值是5, 你列着列着就发现, 前面三个数字随便你取, 但是只要前面三个数字确定了, 那第四个数字自然就知道了, 所以就引出一个概念叫自由度, 也就是你可以自由取值的个数, 那么在这儿你就看到了, 自由度就是n-1, 那么为什么要除以自由度呢? 因为在计算样本标准差之前, 先把样本的均值已经算出来了, 你在算标准差的时候, 均值已经先算出来了, 样本的个数也知道了, 平均值也知道了, 那么你这种偏离程度, 它只能有n-1个, n-1个, 就是自由取值的这个数字, 就只有n-1个了, 那除以自由度以后就发现, 样本的标准差是总体标准差的一个五篇估计, 然后再给同学们讲讲大事的观点,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 统计水平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就向他请教老师, 我怎么才能给同学讲清楚分母是n-1不是n呢? 然后我这位同事说, 那你要从柏拉图的本质世界和现实世界说起, 说本质世界都是美好的, 都是精华的, 而现质世界都是肮脏的, 都是这个糟粕, 那么这个本质世界是无限的, 而现实世界是有限的, 人们总是通过有限世界的有限样本来去推断, 无限世界的本质, 所以如果数据真的是无限多, 你算总体方差分母除以n没有问题, 但是样本是有限的, 你只能除以n-1, 我们通过有限的样本来去推断无限的世界, 这是一种无偏的估计, 讲了这么一大堆, 我要跟你说的结论就是, 如果考试考出来, 算方差请你分母除以n-1, 那到现在我就和你说, 前面讲的东西理解就理解了, 理解不了就记住, 分母不就是个n-1吗, 这能记住的, 也不影响你考试, 考试也不会考你为什么是n-1, 也不会考自由度的概念, 所以讲到现在告诉你记住它, 方差的计算, 讲完了啊, 如果曾经预期值是概率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算方差时, 每一个实际值减去预期值的平方乘以其概率, 然后有几个实际值, 我们求和符号的展开项就有几项, 那如果变量值不知道概率, 曾经我们算预期值是算术平均算的, 那么我们在算方差时, 请你计算样本方差, 实际值减去预期值的平方, 求和符号展开项有几项呀, 就是曾经实际值有几项, 我们求和符号展开就有几项, 然后要除以什么呀, 除以像数减1, 要除以n减1来计算方差, 好, 那刚才说方差一平方以后, 40的平方, 负40的平方, 本来偏离了第一个值偏离了40, 第二个值也偏离了40, 结果你一平方, 这一平方它就不是风险本来的面貌了呀, 我们刚才平方只是销, 为了销除正负号对于偏差的影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原风险本来的面貌, 来计算标准差, 标准差就是刚才方差的开方, 第一种情况, 如果变量值出现的概率是已知的, 标准差咱们用一个小写, 希腊字母这个叫Sigma, 大写是求和符号, 小写就是写成了这个样子啊, 叫Sigma啊, 标准差, 小写字母Sigma表示, 就是刚才方差的开方, 那如果变量值出现的概率是不知道的, 我们计算样本标准差, 就是刚才分五十n减一的那个方差值, 然后把它开方, 所以标准差就是方差的开方, 完原风险的本来面貌, 我们来说一说标准差这个概念啊, 标准差衡量的是投资项目的绝对风险, 它是一个绝对值, 在预期值相同的情况下, 标准差越大, 绝对风险就越大, 标准差只适合于预期值相同的项目风险的比较, 后面有立体的, 你不急, 我等会再告诉你哈, 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20-20-60-60这两个项目吧, 预期值都是零, 既然预期值零是相同的, 我们就直接去比偏离程度就好了, 那如果预期值不相同的情况下呢, 我们直接比偏离程度有的时候是不合适的, 因为本身高风险高收益嘛, 等一下举例子来说啊, 然后接着标准差衡量的是全部的风险, 就是这个项目它的实际值跟预期值偏离的程度, 而这种偏离有可能是系统性风险导致的, 也有可能呢是项目本身的非系统性风险导致的, 你的实际跟预期值偏离了, 可能大的经济状况不好, 也有可能企业自身研发失败或经营不善, 没有风险时标准差是零, 就像我们说生孩子的方案, 实际值是100,预期值也是100, 实际值跟预期值相同, 没有风险, 随机变量就是期望值, 有唯一确定结果, 那么为了帮助同学们理解标准差, 它这个绝对值的概念, 我就问你标准差的单位是什么呀, 因为同学们在采管当中做到的题目, 都是看报酬率的是百分号, 然后我们把实际的报酬率取得平均, 预期报酬率它也是百分号, 实际值跟预期值, 实际报酬率跟预期报酬率算算偏离程度吧, 算出来的标准差还是百分号, 所以很多同学就误以为标准差的单位是百分号, 这是不对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全上海市的五年级小朋友的平均身高, 平均身高, 然后是多少呀, 打个比方说, 打个比方说, 平均身高是145厘米吧, 举个例子, 然后那么身高的标准差是多少呀, 那就每一个小朋友的实际身高都要减去这个平均身高的平方全部相加, 然后除以n-1, 那你想想实际身高和平均身高的偏差单位是什么, 是厘米呀, 所以我们就说这堆货物啊, 这一大批货物, 每一批货物都有这个装箱的, 然后它的单位是吨, 那么这批货物实际重量的标准差是什么呀, 算出来就是吨, 所以呢, 我们说标准差的单位是取决于实际值的单位的, 你实际值的单位是百分号, 标准差就是百分号, 实际单位, 你的单位, 实际值的单位是厘米, 那你标准差的单位就是厘米, 实际值的单位是圆, 标准差的单位就是圆, 所以标准差的单位是跟着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个随机变量的单位去走的, 总之标准差是一种绝对值, 那么不便于预期值不相同的情况下风险进行评价, 于是就有了下一个指标叫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标准差和预期值的比值, 是从相对视角来看这个风险情况来看离散情况的, 计算变异系数时用标准差再除以预期值, 讲的就是平均一单位的预期值要承担多少偏离程度, 因此变异系数越大项目的风险就越大, 它已经消除了预期值不相同的情况下风险不能横向可比的这个局限性了, 因此呢适用范围比较广, 适用于预期值不同的项目风险的比较, 这是一个相对数可比性质更强的, 那为什么有了预期值呢? 举个例子比如说, 我们班今天有三个人没来, 你们班也有三个人没有来, 如果我们算缺, 算缺情人数的话都是三, 但是能比缺情率吗? 不能比, 因为三是一个绝对数, 那么我们比比缺情率的话, 我们班呢全班人数是一百个人有三个没来, 你们班呢只有十个人全班人数有三个没来, 所以从缺情率的角度来看, 那么显然你们班的缺情率就太高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只比绝对值, 这个三人要看什么呢? 要看看平均的基数是多少, 平均下来来看我们班有多少是缺情的, 每一个人里面有几个人没来, 你们班每一个人有几个人没来, 这样来算, 就把绝对数变成相对数, 然后评价离散成都的时候, 就有了不同预期值情况下的这种可比性了。 我们现在呢把理论都介绍完了, 可能同学们听起来会比较抽象, 那接下来就开始具象了, 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帮助同学们理解上述过程, 那么上述过程可能理解起来有难度, 但是如果考试的话会非常简单, 套路就是这个, 那刚才讲了两种情况, 有概率的没概率的, 那这两种情况你分别做一个题, 情况就都清楚了, 就按照规矩套路去作答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具体的例子来理解上述概念, 我们先从练习30开始, 同学们不妨可以先暂停视频, 把我准备的练习30先来做一下, 那你先感受感受啊, 这道题目说, 假定假公司投资某项目呀, 有50%的可能性, 获得30%的报酬率, 有50%的可能性, 亏损5%, 报酬率是-5%, 如果假公司实施该项目下列表述正确的事, 有同学说太高兴了, 我已经学会了, 这不是有概率吗, 有概率不就加权平均吗, 那就50%乘以30%, 然后我再用50%乘以负的5%, 加权平均计算出预期值12.5%, 很愉快的就把C选了, 那我就告诉你打错了啊, 这个12.5%, 这是我们测度风险的一个基准值, 一个参照物, 它没有实际意义, 我们算12.5%的目的, 就是想看一下这个30%, 还有负的5%, 离12.5%的离散程度, 偏离程度, 到底是怎么样的去评价这个项目的风险的, 你比如说预期值都是12.5%, 然后呢, 我们如果呢, 这个项目啊, 有可能是13%的报酬率, 有可能是12%的报酬率, 概率各占50%, 我们也能算出预期值12.5%, 显然这个13和12, 离12.5是偏离比较近的,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30%和负的5%, 离12.5是比较远的, 如果让你选, 你一定是选我刚才手写的这个项目的, 你看这项目多好, 预期值相同, 但是偏离的程度比较弱, 风险相对是小的, 要么12, 要么13, 肯定好过你要么30%, 要么负5%的, 所以12.5只是评价风险的一个基准, 它没有实际意义, 实际意义是, 你将来假公司投这个项目的话, 看你运气怎么样了, 你如果落在了好的这50%的概率区间内, 你就能得到30%的报酬率, 运气不好落在了另外的50%的可能性的这个概率下, 那你就亏损5%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D, 假公司要么获得30%的报酬率, 要么亏损5%, 我们算12.5%, 就是接下来要以此为依据去评价项目, 风险的打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题26, 依然要把预期报酬率的概念, 标准差的计算, 通过例子来展示, 然后我们下面先看例题26, 例题26, 假公司有两个投资机会, 有关的概率分布和期望报酬率, 如表所示, 现在假有两个投资机会, 一个A项目, 一个B项目, 那未来面临的经济状况, 可能繁荣正常或衰退, 这三种经济状况所对应的概率是0.3, 0.4和0.3, 在这不同的三种经济状况下, A项目的报酬率是, 正90%, 15%或, 负的60%, B项目的报酬率是20%, 15%和10%, 你说AB的风险哪个大呢同学, 如果让你来看, 我们先用第一种方法, 一种开玩笑的方法, 叫肉眼观察法, 同学请你用肉眼观察法, 告诉我A和B哪个风险小, 哪个风险大呀, 那显然A大, B小, 一看A要么赚90%, 要么亏60%, B呢是在10和20之间, 然后如果算预期值的话, 应该B的偏离程度是比较小的, 所以B呢风险就小, 那我们说从肉眼观察, 这是开玩笑的, 那我们要用统计指标具体去量化, 所以我们看看AB的期望报酬率, 以及标准差的一个计算, 先看一下A的期望报酬率, 那就每一个实际值和对应的概率, 加全平均计算, 90%的概率是0.3%, 15%的概率是0.4%, 负的60%的概率是0.3%, 加全平均计算A的期望报酬率是15%, B相同原理我就不再说了,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A的标准差怎么算呢, 标准差用小写希腊字母Sigma来表示, 你看一下A的标准差的计算, A的各个情况下的报酬率知道了, 这些报酬率根据加全平均算出来的预期值是15%, 所以你看90%减去15%的平方, 然后来看90%和15%的偏差情况,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偏差你要先平方的, 为了消除内部抵消, 90%的概率是多少呀是0.3%, 接着第二个实际值, 15%和预期值15%的偏差的平方, 乘以第二个值实际值15%的概率是0.4%, 第三个实际值是负的60%, 减去预期值15%的平方, 然后这个负60%发生的概率是0.3%, 每一个偏差的平方都乘以该实际值所对应的概率来算平均的偏差, 或者叫平均的偏差的平方, 那么算出来叫方差, 然后方差一开方还原出标准差了, 所以标准差是方差的开方, 那B就不讲了, 相同的计算逻辑, 实际值减预期值的平方乘以该实际值对应的概率, 全部相加好是要方差, 开方叫标准差, 那么A和B啊, 报酬率的平均值这个预期值都是15%, 我们直接比标准差就能比出AB风险的大小, 显然呢A的标准差大于B的标准差, 相同预期值的情况下, A的实际值和预期值的偏离的程度是更大的, A的风险是更大的, 那么我们继续, 假设出现一个C项目, C的收益率的期望值已经计算出来了是28%, 标准差是6.14%, 请你判断一下B和C哪个风险大,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B项目的收益率的期望值是15%, 然后B项目的标准差呢刚才是3.87%, 这我就得均衡了, 一看啥呀, 这个B呢是低收益低风险的, 而C呢是高收益高风险的, 我们现在不能比标准差, 不能说C的标准差6.14比3.87大, 然后C的风险大, 我们就不要C了, 不行, 因为C的收益也大, C是高风险高收益, B呢是低风险低收益, 我们接着就要计算变异系数了, 来看平均一单位收益承担多少偏离, 所以不可以直接比标准差的结果, 因为标准差是一个绝对数, 我们来计算相对指标变异系数, B的变异系数, 用B的标准差除以B的收益率的预期值, 计算出变异系数25.8%, 相同理计算C的变异系数是21.39%, 那么变异系数的概念就是, 平均一单位的预期收益, 要承担多少偏离, 你看B项目预期值是15%, 实际值跟预期值的平均偏离是3.87%, 那我们就看看, 那一单位的收益值有多少偏离程度呢, 25.8%, C也相同原理, 平均一单位的预期收益, 要有多少实际值跟它的偏离, 21.93%, 这样算下来, C的变异系数是小于B的, 说明C的风险是比B的风险小的, 因此不能比标准差这个绝对值的结果, 我们要比变异系数这个相对结果, 来判断项目风险的大小, 也就是C虽然标准差高, 但人家C的收益也高呀, 然后平均一单位收益承担的偏离还小, 所以呢C更好, 相对收益高风险还小, 那B和C, 那C项目就胜出了啊,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有概率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是曾经历史上2003年的真题, 讲的是没概率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算预期值, 方差和标准差, 你看这是AB两只股票, 过去6年的收益率的情况, A给了6个收益值, B给了6个收益值, 分别计算A和B的平均收益率,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注意这道题还有第二问的相关系数, 以及第三问组合的标准差的计算, 我们到后续知识点讲解完成以后, 我们再看要求2和3, 现在我们只看要求1, 好, 首先我们计算股票的平均收益率, 也就是各年度收益率的平均值, A和B都给了过去6年的收益率, 也没有概率我们去算数平均, 对A来讲6个收益率相加, 然后除以6, N是6, B也6个收益率相加, 除以6就好了, 那A的平均收益率22%, B是26%, 那接下来计算A和B的标准差, 那我们看看A怎么算呀, A的平均收益率22%, 那一共有6个实际值, 你看26%减去22%的平方, 这是第一个实际值和预期值的偏离的平方, 注意先平方, 消除正向反向偏离的自动抵消, 然后第二个实际值11%和22%的偏差的平方, 你看这个就是负向偏差了, 我们要平方, 15%和22%减去22%的平方, 然后接下来27%, 21%,32%, 分别每一个实际值都减去预期值的平方, 分子有了, 这就是偏离的平方和了, 然后我们要取平均了, 注意分母一定要除以N减1, 6减1要除以5, 因为那均值22已经消耗了一个自由度了, 当你前面的五个实际值确定以后, 第六个实际值是能够推出来的, 所以偏差其实只有5个自由度, 除以5就好了, 好, 根号下面是方差, 开方把标准差计算出来, 7.8994%, 同理计算B的标准差, 因为A和B的收益率的平均值, 一个是22, 一个26%, 不一样, 不能直接通过标准差比AB风险的大小, 我们要计算相对值变异系数, 来看平均一单位的预期收益, 承担了多少标准差, 来算平均标准差的概念, 其实就是变异系数, 好, 所以我们分别用AB的标准差, 除以他们各自的收益率的平均值, 来计算AB的变异系数, 然后B的变异系数是更大的, B的风险也是更大的, 那23线略我们后面再说, 好, 同学们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来做一下练习31到34, 31题, 关于方差,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标准差用于反映概率分布中, 各种可能结果偏离预期值的程度, 对它反映的就是, 可能结果和期望值的偏离, A是对的, 如果预期值相同, 那么标准差越大, 说明实际值跟预期值偏离的程度, 更大风险就大, 那是正确的, 因为预期值相同, 这个基数是相同的, 那我们直接比绝对偏离就好了, 变异系数越大, 方案风险越大是正确的, 不需要前提, 因为变异系数是相对数, 是平均一单位预期值, 所承担的一个偏离的情况, 所以直接没有前提, 变异系数越大, 肯定方案的风险是越大的, 第一, 在各方案预期值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要借助方差衡量风险不对, 预期值不相同, 我们就只能用变异系数了, 预期值相同的话, 用方差标准差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呢, 也要和同学们说一下, 衡量风险的指标是, 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是这三个, 预期值可不是衡量风险的指标, 预期值是衡量风险的一个基准, 预期值算出来之后, 我们通过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来评价项目风险的大小, 所以记住, 评价项目风险大小的指标是方差,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而不包含预期值的, 预期值是计算方差,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前提和依据, 这道题ABC正确, 32题, 在衡量投资项目风险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预期报酬率概率分布越窄, 风险越小, 就我们刚才举例子说的这个B项目, 各个收益率概率分布是比较窄的, 它从0到40, 那算出预期值实际值跟预期值偏离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A是对的, 如果概率分布越窄投资风险越大, 所以A和B肯定有一个对, A是对的, 你概率分布的越窄投资的风险是越小的, 所以A对B不对, 那么预期报酬率的标准差如果越大, 风险越大是预期报酬率的标准差越大, 那么前提是报酬率的标准差越大, 然后风险相对来讲风险是越大的, 那讲的就是在这个报酬率确定好以后, 看它承担的这个偏离程度的情况, 所以C也是对的, 然后预期报酬率的变异系数越大, 投资风险越大, 这个就是讲这个变异系数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数, 变异系数越大, 投资风险也就越大, 所以ACD是正确的, 关键C有同学说, 你没有说这个标准差它不是绝对值吗, 那如果预期报酬率不相同的话, 你就不能比标准差了, 但现在说的就是在预期报酬率这个前提的情况下, 对应的标准差越大, 投资风险越大, 其实这个表述当中是有这个相对数的含义的, 所以这道题ACD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练习303年的单选题, 某企业面临甲乙两个项目, 经衡量他们预期报酬率是相等的, 甲乙的预期报酬率是相等的, 但甲的标准差比乙的标准差要小, 那么甲乙去判断一下, 那显然我们现在知道甲的风险是小的, 因此甲项目取得更高报酬和更大亏损的可能性是小于乙的, B对然后A错, 然后说甲项目实际取得的报酬会高于乙期报酬吗, 这个就不一定了, 你实际取得的包括乙也一样, 实际取得的报酬究竟是高了平均值还是低于平均值呢, 要取决于将来的这个随机事件的, 所以这道题呢B选项是正确的, 34题, 这道题呢我只是让同学们注意一下标准差的单位, 某企业存要进行一项有一定风险的投资, 甲乙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甲的收益的期望值是1000万, 标准差是300万, 乙的收益的期望值1200万, 标准差是330万, 也就是我将来的收益值是以万元为单位的, 以万元为单位, 然后有的比1000万大, 有的比1000万小, 有概率我算出来平均值是1000万, 然后实际值跟平均值的偏离程度, 标准差是300万, 所以要注意标准差的单位不一定都是百分号, 标准差的单位是取决于实际值的单位的, 它跟预期值的单位也是一样的, 因为预期值是实际值的平均数嘛, 所以预期值跟实际值单位相同, 而标准差是看实际跟预期的偏离的程度的, 所以单位呢也是跟实际值是保持一致的, 那么这道题里面, 因为甲和乙的预期值一个1000万, 一个1200万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标准差来直接比较风险的大小,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算变异系数了, 算变异系数的话, A300万除以1000万, 变异系数是30%, 然后呢乙呢是330除以1200,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结果是27.5%, 所以一个30%,一个27.5%假的风险, 是比乙的风险要大的。 好 faa。 感谢观看